泰魯閣號列車卡在軌道上 緊銷全力搶救 碰上清明廉價第一天 列車出軌 台鐵交通大打劫 花蓮站湧現排隊人潮 想辦法改搭其他班次 或是乾脆直接退票 我就會延後 因為前面都已經延後 不太準 那有帳戶人員跟你們解釋嗎 沒有 都沒有 是我們想問一下 民眾抱怨車站沒有廣播 相關配套措施有待加強 要返鄉卻碰上台鐵事故回不去 更有旅客行程大耽誤 所以有影響你們後面的行程嗎 目前東正線中段 西正線維持單線雙向運轉 結局到下午2點 共影響16列次 延誤1181分鐘 6000多名旅客受到影響 95分鐘到現在還沒到 還不知道 開始是45分 後來變80分 現在95分鐘 最好的事情就不能做了 晚點我就只能做 在後面的那一班 有的被迫改班次 有的在台北車站苦等家人 一等就是將近兩小時 而台鐵局表示 預計至少要7天 才能完成東正線搶通 對廉價書院來說 是一大噩夢 至於原本就塞爆的 國道5號和蘇花改 碰上這起意外 駕駛紛紛讓道 讓這原車輛先行 也讓原本庸色的車潮 更是雪上加霜 記者綜合報導 少 editions 請太宏 声音樂 亂 卻 魚 蓬勃 語 木 神 誇 寃